本會知道今天這個Foodpanda跟UberEdit準備要進行結合這件事情 那依照公平法的規定本會的立場大概就是 如果業者他們的結合超過本會結合申報的門檻的時候 他們依法是必須要來進行申報 那業者申報然後相關的文件齊全之後 本會就會開始依照公平法的規定來進行競爭的審查 那會依照審查的結果還有相關的市政 來進一步判斷這個結合案是不是應該允許 還是本會必須要禁止這樣一個結合 因為這個案子涉及到是競爭者之間的結合 所以公平法底下有一些既定的審查架構 主要會考慮到結合後的市場集中度的改變情況 那另外就是有關結合後的我們稱為單方效果 就是事業在結合後是不是有能力去漲價 漲價的幅度到底高不高 那第三個是結合以後整個的外送平台市場 是不是業者進行聯合勾結的行為 會更加的可能性更高 那最後當然我們也會評估結合所可能帶來的好處跟利益 包含對消費者對餐廳是不是有提高服務品質 降低成本降低收費等等各方面的效果 那依照公平法的規定 我們是必須綜合考慮這些限制跟有利益的效果 來做一個綜合的判斷 PHAM P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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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